就是说人还是 大家还是没有钱看病了 这个看病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刚才几位听众 观众提出的问题实际上都是 很有意思的问题 特别是提到中国的一些医疗改革的问题 那么大家是 因为我也是 隔的大洋在看中国 所以有很多地方可能不是很确切 那么我觉得中国现在政府呢 他这个医疗改革当中 有几条原则呢 第一条他就是要启动 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 他强调要均等化 所谓均等化呢 就是说现在主要就是 中国的医疗支援呢 还是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 集中在沙城市 特别是所谓中国把医院分成 三甲医院的二等啊 一等啊这样的 把这个医疗 这个医院分成很多等以后 造成三等 三等加 三级甲等医院的 人满为患 非常拥挤 很多人都要跑到那边去看病 所以这一来呢 中国医疗资源呢 就是分布不均匀 那么现在医疗改革的一个方向呢 希望能够使得这些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呢 能够均等化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一个省里头 在一个县里头 甚至于更低的在一个厢里头 他能也能得到相应的 比较良好的医疗卫生服务 那么这一点呢 我觉得中国政府如果定了这一点 为作为他的医疗改革的方向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对的 也是一个这个这个 所谓所谓所谓以人为本 这样一个精神的体现 对不对 那么实际上呢 但是实际上做起来呢 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 刚才浙江的 徐先生就提到这个农村的新农合的问题 农村医疗 这个合作医疗保险 那么合作医疗呢 大家知道呢 就是要希望为八亿农民的 现在当然现在因为城市化成都在提高 七亿多农民 七亿多农民呢 要提供农村的这个 有医疗这个服务的措施 这样一来呢 尽管呢 目前呢 涵盖的水平也还非常低 我据说呢 报刊上报道呢 一年也许是 他的科幻的面呢 就是一千一百二十块人民币 可能最多增加到一千五百块 一百五十块人民币 甚至于发达地区呢 可能会高一些 东部发达地区 比如说上海啊 江泽这一带呢 可能呢 他的涵盖的范围呢 更大一点 但是至于其他的经济 现发达的不发达的 中西部来说呢 目前呢 这个这个这个涵盖的 这个费用的范围呢 还是比较低 尽管比较低 但是这是一个方向 是可可加的 应该看到呢 他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那么是不是能够减少 那些不必要的医疗检查 能够使得他这个 有有有限的资源的 用到刀口上去 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 刚才山东的周先生 就提到那些非必要检查的问题 也是跟美国类似的 就是撒大王 但是这个中国的这个 非必要检查的这个负担 主要是在患者和家属的身上 而不是在保险公司的身上 对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实际上呢 如果说是 你这个保险公司呢 他同意承担医疗保险的话呢 有医疗保险的人呢 可能还会得到一定的帮助 得到一定的这个保险公司 还会这个比如说像社保方面 他还会会 这个付一定的费用 更多的这种低的所谓新农阁啊 他们这些人呢 这负担就可就大了 好 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听众和观众的电话 福建的高先生 你在我们节目上了 请讲 像你刚才主持人说的一句话 真是说得太对了 中国这边很多医院呢 就是见钱眼开 见死不救 像去那边江苏那边有 去年江苏那边一个女的 她儿子才两岁 有心脏病嘛 送医院去没钱 没钱了 那护士就不叫医生 不叫医生 然后这妇女是跪了五次 那妇女才 那妇女护士才勉强答应 结果等这医生来的时候 她儿子就早就死了 而且像这个中国的医保啊 在这个这些签发达地区 尤其在那个农村 那根本就没有落实 而且不仅是这样 中国反而还抹黑 你们美国的制度 说什么美国是 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没有医保制度的国家 这话说谁信呢 还有啊 我觉得像你们这美 这奥巴马虽然的 支持率不断下跌 但是他仍然在感动着 我们中国这些 受苦受难的人民 但奥巴马虽然有 他有搞医保制度改革嘛 还有前段时间像 华尔街高管 这金融危机真的睡 我们中国这个改革 中国共产党中央 这改革那都是皮毛改革 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啊 像这河南郑州那边啊 医生把患者 一死掉都没事 都跑下去 大不了这个 这个什么六十大级啊 好 谢谢你 福建的高先生 我们再看 这个北京的丰先生 这个北京的丰先生 还有什么问题没提吗 好 我们接下来的辽宁王先生电话吧 辽宁网络观众 王先生 请讲 你好 首先来说 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医疗和上学问题 住房问题 三个难题 但我们家的 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 还得比起四年八年的之后 基本上能完成 这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和以前 我们以前那个医 在医保上欠账太多的问题 以前的医保改革失败 首先来说 我认为美国的这次疫改 首先来说是民主党是从道德和选票上来考量 我认为那个共和党是比较理性的 因为什么 美国在现在的财政赤字 加上未来的美元的贬值也好 未来的财政赤字八九万亿美元 欠我们还有一万多亿美元 实际上 我们欠我们的国家的时候 接近八千亿 我们私人公司 还有私人手里 还有七八千亿 总共是一万五六千亿美元 首先来说 不管怎么样 我们人民币十年之后 想要自由兑换 我们会逐步抛售美元 我不认为美国 这是对于未来 是美国走向噩梦的开始 随着财政赤字的越来越多 就会走向向日本 堕落到那种程度 最后弄得大家 经济不好了 大家都没有保险可保 最终导致美国的国力 在不断的衰费这种 谢谢 谢谢你 辽宁的王先生 下面湖南的张先生 网络观众 张先生您请讲 湖南的网络观众张先生 在线上吗 好像不在线上了 那么以上 福建的高先生和辽宁的王先生 各自发动 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的看法 那么好像辽宁的王先生 也有一些批评的意见 你怎么回应这两个听众 这实际上就是因为现在 大家知道世界变小了 所以中国尽管各的太平洋 中国方面也很多人 对美国这些情况也是很关心的 有些问题也是看得很仔细的 比如说讲到美国的国债 国债高租 对不对 那么中国政府 现在中国方面就拥有 自由美国国债达到七八千亿美元 那么实际上是这是作为一个 一个发达国家来说 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但是美国因为这些年来 连年对外就是军事打仗 对不对 大家知道伊拉克 现在又是阿富汗 那么这些地方 就像一个填不平的 一个永远填不满的一个声坛一样 你钱不断的投进去 所以这些费用都是全国的 美国的老百姓都在承担 所以这样相对来说 这个国力是在不断的受影响 这样来说医疗费用也是这么高的话 占到GDP的比重越来越大的话 这样一个种恶性循环 是应该要得到逆转 那么这个政府 这个欧巴马政府 是极力想在做这个工作 那么到底效果如何 大家还要拭目以待 来看看政府经营的结果 各种的美国这样一个两党制 这个共和党对于民主党不断的执咒 这样一来呢 是不是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大家公众自由评论 好 那个我们进行